其其特点以及不同的作用 俄眉武术大致可划分为 俄眉高庄权 俄眉矮庄权 俄眉派兵杖或俄眉派器械 俄眉扣手法 俄眉散手法和俄眉练功法 俄眉武术起源早 权术种类多 文化内涵丰富 充分体现了有志精深丰厚的巴士文化 而成为中华武术的三大流派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 造成俄眉武术大量流逝于民间 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和保护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老权师相继理事 很多俄眉派的功法拳术套路已经失传 俄眉武术很多拳法面临极度兵威状况 即在拯救挖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